好 这一节全球现场我们首先带你来关心美俄对话礼拜一登场了 这一场对话的主要重点当然就是最近非常紧张的乌克兰情势 主要是在化解说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附近集结大军的紧张情势 那么他就是俄罗斯的副外长雷亚布可夫率领代表团跟美国副国卿选曼 在瑞士日内瓦进行谈话 雷亚布可曼她事先就表示说这一场会谈会非常的艰难 带你来听一下她记者会上的说法 好 会谈的重点在于莫斯科当局试图让美国跟其他的西方盟国做出一系列的让步 包括了保证北约不会向东扩张势力跟深入前苏联国家 像是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乌克兰 那么俄罗斯呢目前是在跟乌克兰的接壤地带是派出大约有十万大军 那么各界很忧心说俄罗斯会不会进一步的发动军事干预行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他就说了 选曼在昨天的非工作晚宴当中是有强调美国的立场的 因为美国呢是认为说对主权还有领土完整 以及主权国家能够自由选择同盟这一项的国际原则承诺 那他表示说乌克兰很渴望加入北约 这一场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结束之后 俄罗斯代表也会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以及欧洲的安全纪合作组织再度进行会谈 那么说到现在呢乌克兰情势非常紧张 现在就有华盛顿邮报的专案作家 他同时也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布特 他就写了这篇文章 他特别点名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丁跟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双双扭曲历史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 他认为说他们呢是企图合理化攻打乌克兰跟攻台战争 布特也进一步指出说俄罗斯处于广泛侵略乌克兰的边缘 因为普丁不接受乌克兰的主权 那么同样的习近平也不接受台湾主权 那布特也在文中不断的表示说 在一些政令的宣导之下 俄罗斯的民众跟大陆的民众都广泛的认同这些假设 那么呢这些假设是基于对历史是有偏见解读的 因为长久以来北京就对台湾也没有过持续的控制 那么同样的莫斯科对乌克兰也是没有的 文章最后也强调说 普丁如果扩大对乌克兰的攻势 或者说是北京对台湾发动攻击的话 这些都不是国家同意的战争 而是对主权国家侵略战争 接下我们大家关心的是疫情 新冠疫情呢 现在是因为Omicron的变异株迅速再度升温 印度又传出有一名政府高官确诊了 他是印度的国防部长辛赫 他首先是在自己的官方推特上面证实自己确诊 那目前人是在家里头休养的 辛赫推文当中也表示说 他检测之后发现自己是阳性反应 不过症状是比较轻微的 现在是在居家隔离当中 那么他也要求说 最近有过接触的人要自我隔离 并且进一步做检测 不过他没有说 自己到底是不是感染的是Omicron 其实现在呢 印度疫情是随着很多人 普遍接种疫苗是被控制住的 但是因为变异病毒株Omicron 现在疫情有再度升温的趋势 那么现在印度的理工学院 就有学者预测说 德里跟孟买可能在这个月的中旬 会达到新一波的疫情高峰 而现在这个Omicron的疫情蔓延 大家都抢着要来接种疫苗 不过到底哪一个牌子的疫苗 防护力最好呢 新加坡当局可能是蛮有资格来说话的 因为他们的疫苗接种率 是全球名列前茅 那新国当局就统计说 民众接种莫德纳这个牌子的疫苗 死亡数量是最低的 这是彭博新闻社的报导 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以康就说了 新加坡国内大概有802起死亡的病例当中 其中的555个人 也就是大约有7成的民众 是没有完整接种疫苗的民众的 那么显示说施打疫苗的确是可以救人一命 那新加坡政府的数据也显示说 莫德纳疫苗在每10万名接种者当中 只有一死 那辉瑞BNT的疫苗是每10万人当中有6.2死 那么另外呢像是接种的是大陆科兴疫苗的民众 每10万人当中是有11死 国药则是每10万人当中有7.8死 不过新加坡政府也说这个数据的规模是比较小的 而且它里头是没有考量到 像是年龄或是接种剂量其他因素 南韩的军方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指出了 北韩在早上朝日本海发射一次飞弹的飞行物体 本月的5号呢 其实北韩才宣布要试射极音速飞弹 短短一周之内试射两次飞弹 现在看得出来真的是动作平平 还要来关心的是空军司令部在昨天说了 花莲基地有一架F5型的战机 夜间在执行例行夜航训练的时候 因为起落架的灯号出现异常 经过飞行员处置之后正常落地 好检查之后呢发现人机均安 不过详细的原因 立刻是由空军障碍小组实施调查当中